我跟我女朋友就很常坐在地板上 就這樣 就這樣看著電視然後就吃 就直接在這邊吃 看著這些獎牌啊 邊吃飯我都這樣 擺在中間當然是奧運金牌 2020東京奧運 以奧運做一個終結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退役的舞台 三個形容詞形容你的搭檔王淇琳 高富帥 那用三個形容詞形容自己 蔡英傑 蔡英傑啊 哎呀胖醜 哈囉大家好我是里昂 今天帶大家來看我新裝潢好的我家 我家的格局是兩房兩廳兩位 現在看到的地方是我們家的落成區 然後平常我都在這邊換鞋子啊 當初跟設計師有強調說 我希望說可以有設計感強 然後整潔舒適明亮的空間 然後收納區域也要夠多 接下來往後走就是一個推拉門 那裡面其實就是一個洗手間 在我後面則是又是一個收納空間 那我自己很喜歡這個家有很多收納空間 那看起來會比較整潔 我跟我女朋友就很常坐在地板上 就這樣 就這樣看著電視然後就吃 就直接在那邊吃 就會覺得有這種大茶几的感覺 然後就很舒服 我看到你這邊有很多空間收納的部分 就是用來丟零食吧 哇 好療癒喔 我跟妳講藏起來的時候比較 比較不會想吃 那你放在桌上的時候特別想吃 那你藏起來的時候 你就是啊知道我有這個東西 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這一面牆 看著這些獎牌啊 邊吃飯我都這樣 我覺得每一個牌它都有它個別而已 像這一個 它就是我們第一個年中賽的男雙冠軍 然後我們台灣第一個 再來這一個 我們第一次拿到BWF就是世界雨蓮的最佳進步獎 為什麼會是選這個是你想要第二個介紹的 我覺得最佳進步獎不容易拿 就是那種世界雨蓮肯定你這一段時間的進步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的 擺在中間當然是奧運金牌 2020東京奧運 欸那你接下來又要去參加奧運了 對 沒錯 有沒有信心 就是拼盡全力 希望可以代表台灣奪下最好成績 那因為這是你的退役賽 會不會給自己壓力很大 啊我反而覺得很開心耶 啊為什麼 我覺得超開心的 就是能夠代表台灣去參加奧運 本身就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世界上你要前13才有機會代表台灣 奧運就是所有運動員都想要 在上面證明自己的一個舞台 然後也希望可以為國家爭光 以奧運做一個終結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退役的舞台 三個形容詞形容你的搭檔王清林 高富帥 那用三個形容詞形容自己 菜恩講的矮胖醜 三個形容詞哦 低調 沉穩 剛剛在想有錢 但好像也沒有聽有錢 想一下換一下 會打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